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继续讲神喜悦的人这个题目 上一次我讲有信心的人 今天要讲有盼望的人 神喜悦有盼望的人 有盼望也会产生 现在生活的预备和配合 一个将来有盼望的人 一定会影响到他今天的生活方式 比方说在台湾 许多许多高中学生 他们盼望将来考进大学 所以现在的生活 就是很早起来读书 白天用功读书 甚至还跑去补习 晚上很晚睡觉 将来的盼望影响现代的生活 一个人如果有很崇高的盼望 他就会超越过现在辛苦的努力 许多人为了有成功的事业 他也是拼命地经营策划 不眠不休 有的男士为了追求他的女朋友 也是不怕劳累的 常常送花 常常跑腿 站岗 请客等等 圣经上有一个人 名叫雅各 他为了追求他的女朋友拉杰 做了七年苦工 他的岳父要求做七年苦工 结果雅各因为这个盼望 他就做七年好像几天一样 所以一个人的盼望 会影响他现代的生活 一个基督徒是有盼望的人 有天上永远荣耀的盼望 他的盼望越坚定 越清楚 他今生的生活 也会越合于神的旨意 越能够预备永恒 越能够得神的喜悦 将来的盼望 将来的盼望 清除 他会超越过 现在地上 恩怨 获福 得失 有无 名利 财位的一些残累 保罗 是一个 很有盼望的基督徒 他盼望 与神同在 盼望 神所赐永远的福气 在他写的信 哥林多后书 五章八到十节 他这样说 他说我 更愿意离开这个身体 跟主同在 那么现在还没有呢 他就住在身内 也好 离开身外也好 他就立了一个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他说因为我们众人 都要在基督的台前 显露出来 按照我们本身所行的 或善 或恶 受报 一个盼望见神的面 盼望 与神永远同在 这样的一种 心智很坚定 今生一定过一个 神喜悦的人生 那么基督徒 将来盼望什么呢 简单的来说 我们盼望得永生 我们盼望上天堂 但是你再进一步问 我们得永生 我们在永远做什么呢 我们上天堂 我们到天堂里面 还在做什么呢 有的人说 管他做什么了 我反正 现在 先买了天堂的门票 拿在手中了 天堂的位置定好了 就好了 也有人说 将来 如果做的话 做轻松一点的吧 最好 就看看门了 打打灰尘好了 不过天上没有门 也没有灰尘 那有的人说 最好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我们今生已经够累了 将来最好休息休息吧 但是 如果天堂 真的没有事做 永恒 真的是 闲荡的生活 那实在 相当可怕 我们现在 如果放假一个礼拜 大家都很欢喜 如果放假一个月 也还可以 如果放假一年 都没有事做 就有一点太长了 十年没有事做 一生没有事做 如果永远没有事做 只是休息休息 只是坐着不动 默想默想 那实在是一个 很可怕的永恒 是一个不大想去的永恒 基督徒 有盼望 这个盼望 不是可怕的永恒 是一个 荣耀的永恒 是一个 永远 与荣耀的神同在 永远 与荣耀的神同工 一同管理万有的盼望 极其荣耀的 一个人 在今生 越清楚 荣耀的盼望 他越会预备 现在的生活 现在的工作 将来能够适应 荣耀的盼望 简单分两方面 一方面 我们基督徒 都要得到 一个荣耀的身体 另外一方面 我们会有 荣耀的事工 先讲荣耀的身体 事实上每一个人 都经历 生老病死 而且许多的苦难 愁烦 基督徒 也会生病 也会衰老 也会死亡 也有许多的痛苦 但是 基督徒有一个 非常美好的盼望 就是 耶稣基督 他经历过 痛苦 经历过 死亡 但是 从死里面 复活了 基督教信仰的 耶稣 不是一位 在坟墓中的 教主 乃是 死里复活 升上高天 回到 上帝右边的 救主 是一位 活着 同管 万有的主宰 这是基督教 最特别的地方 也是和其他 宗教 最大不同的地方 其他的宗教 教主 坟墓都在 唯有 基督教的救主 耶稣基督 坟墓是空的 曾经有一个回教徒 和基督教的传道人说 你道理讲得不错 但是你缺少一件 我们常常可以到 麦地纳 去朝拜圣墓 但是你们耶稣的坟墓 在耶路撒冷是空的 这一位传道者回答说 这就是基督教 最宝贵的地方了 我们所信仰的 是一位 复活的救主 不是 一个坟墓里面 死的教主 很多年前 我有机会 到耶路撒冷 我去看 耶稣的坟墓 我进去 看见坟墓是空的 我心中 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知道 我所信仰的 是死里复活 带给我 复活的盼望 他胜过死亡 他超越了 时空的限制 我们过完这一生 能够像他一样 尽到永恒 尽到荣耀 不是 埋在坟墓里面 基督教的特点 耶稣复活了 耶稣的复活 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那么耶稣不值得 我们信他 因为他在地上 一再强调 他要复活 所以他不复活的话 那么他就骗我们了 他是骗子 再不然他是神经错乱 疯子乱讲话 那么耶稣不是的 耶稣的门徒 彼得 约翰 雅各 保罗 他们到处传道 就是传耶稣复活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那么基督教都在骗人 我们信的也都是枉然了 但是感谢神 耶稣是复活的主 有人说 耶稣基督的空坟墓 会不会是 有一些人来偷钱 把他偷走了呢 这个不太可能 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珠宝 没有金钱 不会有人去偷的 而且兵丁看守 也不可能去偷 那有人说 会不会是仇敌 把耶稣尸首埋起来 藏起来呢 这也不可能 因为耶稣的门徒 都在讲耶稣复活 仇敌把尸首只要拿出来 基督教就消灭了 那又有人说 会不会门徒 把耶稣尸体偷走了 然后编一个谎言 来骗大家耶稣复活呢 这个更不可能了 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害怕 他们躲起来 兵丁抓他们 而且他们是打鱼的人 是一些不太有学问的人 他们不大会编这么一个谎言 来骗人 而且要冒生命的危险 他们都是为了传耶稣复活 被下监牢 被打死 殉道 如果为这个谎言 来欺骗人 这是很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耶稣真的死里复活了 这是我们信耶稣的人 一个最大的盼望 我们将来过完今生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从死里复活 我们要改变 我们要像耶稣一样 荣耀的身体 要永远与上帝同在 第二方面 到天上 有荣耀的事工 圣经 希伯来书第二章 五到七节这样说 这个将来的世界 上帝没有交给天使去管辖 乃是派人来管理 让人去管理他一切所造 所以基督的盼望 是将来永远和主耶稣基督 一同管理万有 主耶稣 他自己也这样说 他说 我们这些基督徒 今生 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将来 要把许多的事 派我们管理 我们可以进来 享受 我们主人快乐 主耶稣将来要永远 让我们管理他造的万有 其实 神创造人 就有这个目的 那么人堕落 神救赎人 还是这个目的 神创造人的时候 那可能可以说 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神照自己形象 样式造我们 要人可以像神 第二 神就叫人来管理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 海里的鱼 还有各样的植物 地上的花园 神创造了 神自己会管 但是神交给人管 第三 神就赐福人 让人 地上越来越多 神的福气 与人同在 神要人像他 是指着 像他的属灵形象 道德形象 把神的美德彰显出来 人在地上 把神的爱 真理 公义 良善 多彰显出来 那就是荣耀神 神让人在地上 管理他所造的 神自己会管 但是要人替他管 那就是要服侍上帝 侍奉神 神赐福给人 让人享受上帝的福气 所以神造人 就是要人替他管理 但是很可惜 人远离神 背逆神 人失去了 管理的权柄 和能力 现在人实在 把地球越管越坏了 但是神拯救我们 赐给我们新生命 让我们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 让我们可以 再把神的荣耀 美德彰显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 不断地侍奉神 我们今生 在不多的事上 要学习 怎么样替神管理 将来 耶稣要把许多事 派我们来管理 所以我们基督徒 我们在今生 要学习 学习 我们怎么样 能够好好的侍奉神 我们要去见主的面 我们要替神管理万有 那么现在的世界 圣经说 它是伏在虚空之下 受败坏的挟制 在罗马书八章二十节 二十一节 他说受造之物 都在虚空之下 等候一件事情 有一天 神的种子 要显明出来 那就是我们基督徒 显明出来 他们为什么在虚空之下 因为他们被造 原来神的安排 要让人可以管理 但是人堕落了 人失去了管理的权柄 所以受造之物 没有达到受造的目的 要等候人将来 得救 得荣耀 受造之物 能够回到人的管辖之下 那个时候 万物都要复兴 那么一个基督徒 如果真有这个盼望 将来我们要复活改变 我们现在像一个种子 种在土里面 将来可以长出 一棵很大的树 小小的苹果种子 长成苹果树 能够结出美善的苹果 这是上帝的奇妙 我们今天 如果离开世界 身体好像种子 以后复活改变得荣耀 好像美丽的苹果 这是非常奇妙 上帝的作为 那么我们如果真的这样盼望 要迎见神 你的生活一定会预备 一定会调整 怎么能够适应 在永恒中与神的同在 所以保罗刚才的圣经 他说他立定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他说因为我们都要在 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 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基督的台前 当时的背景有两面的意思 一个是指着 罗马法律法庭的审判台 那是一种公正的审判 一个是希腊运动会 比赛结束 运动颁奖台 那是一种公平的赏赐 所以保罗说 我们都要到基督台前 我们受公平的审判 受公平的赏赐 保罗说 我们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这个显露不是出现 不是点名 乃是没有隐藏 没有虚假 照着本相 要显在神面前 如果有这样盼望的人 他一定在两方面 有很好的调整 适应和准备 第一 在我们的生活方面 第二 在我们的服事方面 生活 我们知道神要公正的审判 或善或恶 神都知道 都要显露 要没有隐藏 没有虚假的显露 我们今天在世上的人生 如果你真的信神 敬畏神 我们要远离恶事 我们要靠着神 来接力行善 上帝的新生命改变我们 我们有力量能够行善 而且不但是在公开的一面 在私下的一面也一样 不但是在教会里面 在社会上也一样 不但是在人的前面 在人后面也一样 不但是在民处 在暗中也是一样 神看我们良善的行为 是注意暗中 所以耶稣最不喜欢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有宗教的外表 他们虽然进食 虽然施舍 虽然祷告 读经 可是都坐在外表 希望人看 耶稣说 你要内心 如果施舍 不要给人知道 如果进食 也不让人看出来 如果祷告 你可以祷告你暗中的父 无论做什么 我们是要得上帝的喜悦 人前人后 我们是表里一致 明暗相同 这样的一种良善的生活 是上帝喜悦的人 有盼望的人 会过这样的生活 另外一面 有盼望的人 他会在地上 好好地服侍神 耶稣所盼望的服侍 就是有忠心 耶稣举一个比方 有的人才干大 就多给他做工的本钱 给他五千两 才干小一点 给两千两 以后拿五千两的人 要赚五千回来 拿两千两的人 赚两千就好了 拿五千赚五千 这是忠心 尽他所能 拿两千赚两千 也是忠心 耶稣对他们的称赞 是完全一样的 耶稣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事上有忠心 可以进来 享受主人的快乐 将来可以管理许多事情 所以耶稣对我们 今生要有一个忠心的服侍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在不同的岗位上 在不同的托付上 我们都忠心的侍奉神 不一定每一个人 都专心做传道人 如果你做一个中学的老师 你忠心好好做老师 在学校中把耶稣的爱 把耶稣的真光 把耶稣的真理 能够表达在同学们面前 忠心事奉神 你做一个医生 好好的爱人行医 不是为了红包 不是为了其他的利益 我们要服侍社会 服侍人群 我们做生意人 也是好好的服侍 忠心于我们的岗位 都要把耶稣的美德彰显出来 都要把耶稣的福音 传扬出去 我们在任何岗位上 这样忠心去侍奉神 将来见耶稣的面 耶稣说 好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 享受主人的快乐 愿神赐福 每一位听到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这个盼望 神要赐给你 将来有复活的盼望 要给你永恒与神 同在同共的盼望 盼望你赶快来接受耶稣 接受这个盼望 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们 你要再好好生活良善 事奉忠心 来得着神的称赞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但愿 你将这荣耀的盼望 常摆在 我们的心中 好让我们 今生 超越过 得失有无 超越过 恩怨祸福 名利财位的困扰 我们真能够 良善的生活 忠心的服侍 得你的喜悦 永远与主同在 同享主的荣耀 我们祷告 奉祝耶稣的圣名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